魚油富含的這個Omega-3呢 它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 加強眼睛的保健也可以促進代謝 Omega-3的一日建議攝取量是 所以吃的時候記得要看一下營養標示 避免過量的問題喔 正確用藥保平安 常備藥品求新安 大家好我是小小藥師陳怡安 大家常常說 吃魚油有助於記憶力跟腦部的健康 也能補充身體無法自然合成的Omega-3 但是魚油呢 不能夠太常吃 有時候甚至要避免食用 這個魚油究竟是何方神聖 又有什麼樣的效果呢? 魚油呢 是萃取自生海魚的脂肪 裡面有豐富的Omega-3 那由於這個Omega-3呢 是人體無法自行合成的 所以一定要從食物中攝取 魚油富含的這個Omega-3呢 它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 加強眼睛的保健 也可以促進代謝 對於降血壓 降膽固醇 其實也有一定的功效 所以可以多多補充Omega-3 其實對身體是很不錯的喔 如果你是對魚蝦過敏的人呢 使用魚油可能也會有過敏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要特別的留意 那如果你是凝血功能異常的人呢 也要注意 可能在使用魚油之後 會有一些出血的風險發生 那由於魚油呢 它會降低凝血的功能 如果說你是有手術規劃的人 我們會建議在手術前的兩週 開始暫停使用魚油會比較安全喔 比較一下魚油跟魚乾油 雖然他們的名字很像 但是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喔 魚油呢 它是來自於魚的油脂 裡面呢 就是有我們剛剛提到的Omega-3 富含了DHA跟EPA 那DHA呢 它可以幫助腦部啊 神經細胞的修復 EPA呢 則是可以促進心血管的健康 也可以預防發炎 因為它有一些抗凝血的效果 所以如果你是凝血功能不佳 或者是正在使用抗凝血藥物的人呢 可能就比較不適合使用魚油 那魚乾油呢 它是來自魚的肝臟 那裡面富含的這個維生素A跟維生素D 它其實就是脂溶性的維生素 脂溶性的維生素呢 它是比較容易在身體裡面累積 代謝的速度會比較慢 所以要特別留意使用的時候 千萬不能夠過量 以避免中途的狀況發生喔 建議大家在飯貨的時候吃魚油 魚油呢 它是一個油脂 所以跟食物一起的時候 其實會比較好吸收 也可以避免掉消化不良的問題喔 Omega-3的一日建議攝取量 是1000毫克為上限 所以吃的時候 記得要看一下營養標示 避免過量的問題喔 魚油咬開來呢 它其實是沒有什麼吸收送面的幫助的 膠囊的目的呢 還是在避免於腥味 以及油膩的口感 對於服用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有沒有打開膠囊呢 對於魚油的吸收是沒有差異的喔 可以的 魚油呢 其實在三高的患者 也是可以適度補充的 只是如果你正在服用藥品 建議還是要跟醫師以及藥師 進行劑量的討論喔 沒想到魚油跟魚乾油 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吧 提醒大家 在使用保健食品之前呢 一定要看清楚標示 依照建議的劑量服用 如果你有醫療療程的需求 也可以先詢問醫師及藥師 目前正在使用的保健食品 是不是需要進行劑量的調整 或是暫停 那也提醒大家 魚油呢 它並不是一勞永逸的東西 保健品其實只是輔助 如果你有用藥上面的問題 都可以學問醫師或藥師 才可以確保你的用藥安全喔 它跟食物一起吃 跟食物一起吃的時候呢 是比較容易吸收的 太高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個喜歡 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祝還有也可以按一個 vi不用 diab Went ствues 按 按